口服抗病毒藥物從十一號開始 每天都有千人領用 視訊看診開藥等不及 胸牆重症科醫師蘇一峰 引用國外研究 一款化痰藥 對降低死亡率可能有幫助 醫師蘇一峰表示 西班牙兩萬確診者的回顧研究 使用化痰藥NAC 可能可以減少四成死亡率 那個臺北市政府 做PCR的時候拿藥有這個 小小一顆加微量開水 就像維他命發泡定一樣 起泡化開NAC主要作用 可以讓痰變息 治療呼吸道感冒 是屬於處方前用藥 經過醫師建議再使用 近期醫師開NAC藥物的確有增加 不過主要症狀 還是在緩解臺灣多呼吸道不是 不是臺灣治療COVID-19主要用藥 疫情指揮中心 知道民眾用藥需求 十五號上午找來縣市首長 健保署等等開線上會議 討論六十五歲以上民眾快篩陽性 就給口服抗病毒藥物 縮短給藥時間 三天新聞 立文山電報 台北報導